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說我們的通知 3、2、1 GO May I come in 非常好 請來 大聲說出通關密語後 小朋友高興地走進教室準備上課 這是基隆市正兵國小的鬆語課程 來自加拿大的外籍老師Rarlene 用輕鬆有趣的方式 教小朋友用英語說出圖片裡的海洋生物 因為他認為學習必須是有趣的 我認為學習必須是有趣的 孩子們會學習什麼他們喜歡 所以我們必須能力氣 唱一首歌、玩遊戲 幫助孩子們理解 他們所謂的事情 因為那是最重要的 他們會享受 學習必須有趣 因此在正兵國小的鬆語教師上課 不只是單調的背單字 還加入了歌唱甚至是跳舞 讓小朋友開開心心就能學習英語 這是什麼? Ceewee Ceewee 喔 海帶 好熱 Ceehouse Ceehouse 更加Fan 好味 喜歡跳舞 為什麼 因為 他 就是 覺得很好玩 我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跳舞、唱歌 還有有趣的東西 當我學習 我使用很多照片 我使用很多照片 我使用很多手 我使用很多手 如果我使用手 操作 孩子們知道 什麼意思 我沒有要告訴他們 他們的詞 再一次 他們可以這樣做 自己 當他們看到照片 他們知道 啊 我知道 所以它讓他們 感到很羨慕 他們可以照顧自己的學習 對於他們的學習 不斷讓教師幫助他們 就連一開始緊張 不敢說英語的小朋友 在外籍老師 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 與同學陪伴下 也能不再害怕 開口說英語 剛開始 那現在呢 現在不會 為什麼 要好朋友 如果我們很開心 和朋友 如果我們在學校 很快 他們會忘記 他們會很緊張 很多的孩子 都很興奮 去玩遊戲 和 給我五個 來和我聊 所以 我一直都覺得 很興奮 和開心 因為 我的學生 都在玩樂 我真的很喜歡 本身也是 英語專業師資 金融市政兵國小 校長王佩蘭希望 透過沉浸式 學習環境的營造 讓小朋友 能在兩種語言間 輕鬆轉換 其實我們發現 小朋友呢 在這種 Emerge的情境當中呢 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 可以 很自然的語言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可能看到外師 馬上就講英文 他可能看到中式 馬上就講中文 那像我也常常講英文 他看到我 像今天早上 我跟他們說 Good morning 他們就會回我 所以這個兩個語言的 自然轉換 是在這種學校 非常自然的 採用外籍老師 與本國老師 協同教學的做法 就是希望進一步 減輕學童 學習英語的壓力 我們知道 有很多孩子 其實在面對外師 他的緊張程度 還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一些 學習比較需要協助的 小朋友 其實中式對他是 比較安全的 那這種 team teaching的那個教士 其實對學英文 是有好處 尤其是在外師的 在外師教學的過程中 有多年英語教學經驗的 戴玉文也說 在與外籍老師的 合作過程中 學到很多 也激發出教學靈感 他們的手勢是非常豐富的 那即便是一年級的學生 其實他們很多人 大部分是之前 幼兒園沒有基礎的 可是就是藉由老師的手勢 像那些 我們剛剛上的主題課程 就是海洋生物 他們其實看到圖片 或是看到老師的手勢 他們其實都能狼狼上口 對啊 就是我們在共輩的時候 也是從他那邊激發很多 教學上的靈感 這是基隆市教育處推動的 雙語教育一條龍政策 在安樂高中及隆暖高中 設有雙語實驗班 109年起 將包含三所國中 及七所國小的十所學校 轉型為雙語學校 並在111學年度 完成區區有雙語學校的里程碑 112年更計劃達到 校校實施英語課程的目標 我們是希望說 每個學校 除了雙語學校 他們的外視是常駐以外 其他的學校的話 有雙語課程的學校 我們都會請外視到學校 駐校或者是巡迴授課 為了強化教學效果 雙語學校間更成立策略聯盟 各校校長輪流當盟主 不但課程共備 教學觀摩甚至策略分享 共同研議老師的培訓 另外呢 對於課程的設計 還有我們 甚至於我們怎麼樣去 跟外國的學校 一起來合作 或甚至於參考 外縣市他們的做法 來提升我們自己 雙語課程的這個能力的提升 金融市政府教育方面 也鼓勵學校 與其他國家簽訂姐妹校 建立夥伴關係 透過校際間的交流 增加互動分享 今年就一口氣增加到18所 其中美國學校就佔了8所 基隆市國際的海港城市 那我們是希望 我們所有的學生 面對這些入境的外國人 我們都有一些 基本的能力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能夠活用我們的外語能力 那能用敢用 然後而且呢 我們隨時都可以使用 基隆市政府教育桌方面表示 接下來將持續徵聘外籍老師 並依據規劃 一步步增加學校雙語課程實數 希望協助基隆學子 活用敢說 隨時能用 讓說英語不再難以開口 基隆 基隆 犯犯犯 記者 張祺騰 金融報導 就好